2月5日,林心如突然登上热搜,原因是她通过微博账号发了一句话,言语中情绪十分糟糕,林心如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事物,尊重隐私很难吗? 原来是有人把她5岁女儿的正面罩曝光,而她的语气似乎有些控制不住,这一举动引发了网友的热议,自从有了女儿以后,林心如与霍建华两人示弱珍宝,尤其是霍建华,每次带着女儿出门,又是搂又是亲的,妥妥的女儿奴,因为父母都是高颜值,所以大家一直对于他们女儿的真实长相非常感兴趣。 这一次,终于看到了他们女儿正面罩。据悉,林心如为女儿庆祝6岁生日了,于是有好友参加生日会,一不小心把林心如女儿的正面罩给曝光了,而网友也在评论证实了这就是小海豚,同时也有网友斥责,你经过他们夫妻同意了吗,你就曝光,这样有道德吗? 于是,爆料者在迫于压力之下就删除了。但是,还是经过许多网友的转载与下载,小海豚的长相被公之于众。 从照片中看,现场生日会举办得很盛大,除了林心如霍建华夫妇,还有其他的家长和小朋友。 而且根据现场装饰,也能看出,现场有两个小朋友一起过6岁生日。背景板上写了6,左右两边则是两个小朋友的名字。 家长们围在两个小兽星旁边,笑得合不拢嘴,因为这次庆生会主角是女儿,所以林心如并没有盛装打扮。 穿着最简单的白色针织衫,下搭蓝色牛仔裤,非常简单自然。 但林心如的美貌没有因此被掩盖,皮肤白里透红,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皱纹,完全看不出她年近半百。 肤白貌美,仿佛动灵一般。 在照片中,林心如美貌依旧,而霍建华颜值也不差,但是她激动得发红的脸,让网友觉得仿佛喝酒喝大了。 当天,小海豚十分开心,应该和小海豚一起庆生的还有一位小朋友,两个人站在蛋糕面前一起许愿。 果然,小朋友的世界就是充满欢声笑语的,小海豚、林心如和霍建华都笑得好开心,想必这次应该是小海豚十分难忘的生日了。 当然,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林心如女儿的长相,毕竟爸爸妈妈都是娱乐圈颜值非常高的人。 图片中小海豚看上去有些高冷,拍照的时候笑容不多,当然女儿的长相也是不负众望,小小年纪,五官就已经长得很精致,仔细看她的脸型很精致,又尖又细,非常上镜。 小海豚的五官立体,浓眉大眼,完全继承了父母的高颜值,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 不少网友看到动态后纷纷留言,夸赞小海豚漂亮,颜值提高了许多。 还有网友表示,小海豚的五官随霸,长大后一定是位大美女。 也有网友评论感觉和妈妈很像,小海豚好漂亮,但是有好的一面,也有不好的一面。 这部同时也有网友觉得好像一般,不好看,选择了父母的缺点继承,且五官排布不行。 网友有这种评价,其实也能理解,毕竟,林心如与霍建华都是言霸,大众的期待值自然就高。 但是,遗传基因就是凭借运气,从小海豚目前的长相来说,她已经算是很不错了,五官上没有大的缺点,已经是美女预备役了。 然而,女儿正面照曝光,这可把林心如惹毛了。 而且在小海豚照片曝光后,也有不少网友对小孩子的长相进行了评论。 对于任何一个家长来说,这都是不想看到的。 于是爱女心切的她在微博发文,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事物,尊重隐私,很难吗? 林心如该博文一发出,就受到了很多内地网友的赞同。 很多网友留言说,有些媒体太过分了,人家不想曝光孩子,为什么要发出来,太不尊重人了。 让好脾气的林心如都火了,大妈的都忍受不了吧。 请尊重,保护孩子是父母的基本权利。 尊重孩子的隐私呀,无良狗仔是没有心吗? 确实会生气的,明星的儿女也是普通人,不应该曝光。 肯定会生气啊,人家六岁从来没曝光过,尊重他人很难吗?能理解他的心情。 但是,也有网友不赞同林心如的做法,遭到网友们的抵制和反击,果然绿查。 曝光你女儿的,是和你们一起参加聚会的人,你要骂应该去骂参加你聚会的朋友,或者上RNS上骂,在微博上对着大陆人骂,没道理啊。 把照片发上网的是在台湾跟你一起参加聚会的人,为什么要在我们内地微博上对着我们大陆人喊话? RNS不用了吗?关我们什么事?这里有几个知道你女儿过生日的呀。 再说,作为公众人物,其实相当程度上是没有隐私权的,如果你要保护隐私,有两个选择。 第一,退出娱乐圈,那么就没人关心你是谁了。 第二,你可以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的女儿,首先是阻止你那些所谓朋友们拍照,并阻止他们发到任何社交平台。 毕竟,泄露出来的照片是参加派对的人发出来的,那么源头就是林心如的朋友们。 林心如不去排查是哪个好朋友泄露的,反而来微博喊话大陆媒体,这副兴事问罪的做派就让网友们很不高兴了。 如今,林心如在网友的热议下也关闭了评论,这或许也是他没有想到的吧。 毕竟,他本是想隐私一个作为母亲爱女心切的同情,没想到反而被怒怼。 其实林心如女儿也不是一次两次曝光了,只是大家没有看到林心如女儿小海豚的正脸照。 记得在去年夏天的时候,霍建华带女儿外出就被网友偶遇。 当天,林心如女儿则身穿格子短裤,还扎了个小辫子,可爱又讨喜。 不过林心如这番发言也没有只对大陆媒体发怒的意思。 虽然台湾媒体很少用微博,但她一直都在用微博发动态。 她这番话也只是想让内地媒体不要再转发传播她女儿的照片了。 毕竟,女儿她保护了六年都没有泄露出去一张正面照。 现在女儿的正面照被泄露了出来,虽然在微博上没有大量传播,但在其他平台上,已经被很多媒体大量转载了。 所以,她这番话更多的是想呼吁媒体们给孩子的脸打码,不要让照片继续传播了吧。 当初,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的消息来得匆匆忙忙,在许多人还沉浸在震惊之中时,两人已经完婚,并且在婚后不久就传出女方已经怀上孩子的消息。 结婚后,霍建华就逐渐淡出了娱乐圈,这几年除了拍摄老婆担任制片人的作品,已经鲜少对外接戏,在家当着家庭主妇。 平日里,两人鲜少在公共场合公开秀恩爱,让外界对于二人的感情状况好奇不已。 直到2020年的时候,台媒拍到两人在街上吵架,当时霍建华对着林心如大吼大叫,然后将她一个人丢在了马路上,自己开车回了家,闹得非常不愉快。 之后,记者拍到林心如在马路上疑似掩面哭泣,还淋了雨。 事后,她悄悄删除了与霍建华过往的恩爱动态,此时一经曝光便引起渲染大波,关于两人离婚的传闻更甚嚣陈上。 其实,夫妻偶尔吵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,很多人经常床头吵完床尾和,林心如和霍建华也是如此。 2021年七夕,林心如还晒出了一张和霍建华别样的合影,两人看起来非常甜蜜。 现在,夫妻俩又合体秀恩爱,用实际行动破除婚变传闻。 如今,霍建华和林心如已经结婚五年了,看着他们依旧这么幸福美满,不禁让人为他们感到开心,祝福他们一家三口能够一直这样健康快乐。 再者,保护孩子的隐私,是每个父母的责任,但出了问题,应该及时找到问题的源头,而不是反过来怪别人。 林心如的这一次翻车,也希望能给她提个醒,保护好女儿的隐私,别再搞双标了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,点赞,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